好不容易玩賽 起手 玩下腰 排排馬兒 畢竟十六號在新店 西畔這場馬術錦標賽 克爾斯冒著大雨 客難舉行 不只工作人員 狼狽不堪 整個場地一片泥泞 一旁的吸水水位 還不斷快速升高 相當危險 臺北市體育局長李在莉 仍還在舞臺上 和其他人用餐 看起手在大雨中奔馳 但當時不只水利處 一早就發公告 上午八點開始 河濱公園只出不進 還呼籲減少活動辦理 萬華分局還示警 翡翠水庫放水調節 要求下午一點半前 所有人車得全速撤離 但主辦單位北市府體育局 卻決定比賽照常 直到中午十一點半 才全速完賽 晚間六點半所有馬匹 才全速撤離 讓議員痛批 柯市府根本毫無栽訪意識 但不只人員安全被拋到腦後 在擬擬不堪的場地比賽 看在專業教練眼中更是心驚驚 畢竟從比賽畫面中就能看得出當時不僅雨勢相當大 場地狀況也很不佳 實際重回比賽的現場 主舞台都還沒有完全的撤離 而儘管現在雨已經停了 但是地上的泥泥呢 如果用腳踩下去 還是會直接往下線 可見當時的情況更糟糕 現場的狀況 它是可以進行比賽的 選手在參加的時候 他確實是可以自行來做選擇 是不是能夠在這樣的場地上做比賽 儘管體育局強調 沒有人員和馬兒受傷 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面對自災性豪雨 仍堅持辦完比賽 這種做法依舊令人難以認同 三選李正道 周凱 台北報導